接下来让我们来关注天气 从今天凌晨开始 烟台普降中雪局部大雪 而根据预报 今天下午到明天 半岛地区局地还会有大雪或暴雪 早上六点多 烟台城区还在下雪 驻刺干道上 各类清雪设备往来频繁 不间断进行清雪作业 由于下雪前就出来待命了 很多驾驶清雪设备的司机 已经在风雪中 减少了六七个小时 这次降雪 烟台市区两级城市管理部门 共出动五千多人 车辆一千五百多台套 根据省气象台发布的预报 今天下午到明天 半岛地区由小到中雪 局部大雪或暴雪 其他地区天气晴好 明天早晨 全省气温将降到最低 鲁西北和鲁中地区 最低温可达零下14度